高丛地区从6月11号开始就关闭了无线电视的类比讯号 而根据NCC南区监理站的统计在关闭讯号之后 南部地区民众的意见反应比起先前在中部和东部地区还要来得少 归功于各个单位的协助 特别是有线电视在政策说明面上也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忙 才能够让民众了解政府的政策 6月11日高丛地区无线电视关闭类比讯号 正式走入数月化时代 转换过程中比起先前中部东部地区关闭时出现的混乱场面 南区监理站处长拿出数据 强调获得相当大的改善 中部关心的时候大概来电的比例是0.08% 那在5月28关心的时候大概是0.14% 那我们这一次南部关心的时候是大概只有0.07%的来电的一个比例 那日本在7月24日关闭的时候它有5000个用户 5000个所谓的民众的用户它大概有18万通的来电 大概有0.36%的一个来电的比例 那可见我们第三梯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关心 来电的比例确实是非常的良好 表示说民众在宣导方面我们在做宣导方面也蛮成功的 民众反映项目中包括收讯不良 如何收视以及技术咨询 处长表示关闭过程中多亏各方协助宣导 才能将影响降到最低 最主要是归公于地方政府跟我们的密切合作 在各方面的宣导包括我们在垃圾车的红布条 包括广播电台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宣导 那包括我们有限电视业者也很帮忙 在跑马灯方面也给我们做一些宣导 处长刘峰章强调电视数位化是政府的政策 过程中难免会有阵痛 透过各方协助及民众配合 这条路将不再崎岖难行 港东新闻王思武 潘志光 台湾报道